再是运动车你得基本过日子用 今天就带你看15万的普通领克03 2.0T的车型 走 上车 相对于外观来说 我觉得它内饰的做工用料跟设计特别的科技感 一丢丢沙马特的感觉都是没有的 同时这个15万的车型 双座加热 主驾通风 主驾醉机 平底的三幅运动方案盘 包括跟它的大哥03加及赛车型 一模一样的运动同意 所以整个前排的配置及运动气氛还是挺好的 这个后排座椅的靠背及腿部 都是很难得的带有包裹的乙型 很大程度内的弥补了后排的皮子及海绵 并不是特别软的这个问题 竟然还属于是比较舒服的后排座椅 OK 看一下后背箱 这个后背箱的近身宽度高度都挺大 日常拉东西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这个轮圈样式还是挺好看的 并且是25 45 18的轮胎尺寸 你要换更好的运动轮胎 这个尺寸还是比较便宜的好找 它原配就是EGO F1的运动轮胎 属于是中档的民用运动轮胎 这个车的两个大哥 03加还有SIGN的车型 都是25 60马力的四驱车 而它是个190马力的2.0T的前驱车 但是动力依然非常的充足 这你一点都不用担心 油门的风格就是后段越踩越有劲 那种欧系车的油门风格 悬架走的是运动车那种的很硬朗的感觉 如果你就想买个软悬架 那03并不适合 转向还是比较灵敏 车能反馈姿态还是很快的 所以这就是一个地地道的运动风格的 家用车的感觉 15万有太多的沙马特七北城风格的运动车了 柄克03百在这跟它密比 外观内饰还是比较小听心 有科技的风格 如果给你15万 你买哪个车 有点意思